第197章 龙虎变第二形态 上 嘴角处带着嘲弄之色 天王及刺客手中黑剑 在他手腕的轻微震战下 澎湃的黑暗天力全力输出 他一点都不着急 对于那快速飞奔前来援救的天和上官雪 他就像是没看到一般 周围青的幽冥肢体护身能力确实令他吃惊 但是 这刺客刺杀的经验何等丰富 比幽冥肢体更加诡异的技能 他就见过 他比周围青更清楚绝对力量的妙用 以周围青六珠的修为 这幽冥肢体根本就不可能坚持太长时间 在黑暗天力的侵蚀下 上官雪儿和天赶到之前 他已经完全能够将周围青 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毁灭了 更何况 他根本就不在乎上官雪儿和天的赶来 这几个年轻人最高修为不过七珠而已 能有什么危险 这刺客其实是十分幸运的 他的雇主并没有告诉他 在周围青身边还有一位天地级强者 而龙世衙在认为 周围青不可能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下 离开了他身边 否则的话 虽然时间并不长 但只要龙世衙在附近 一旦赶来 这刺客怎么可能全身而退 冰冷的感觉传遍全身 那种灵魂似乎都要被剥离的感受 绝对是不美妙的 周围青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死亡正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知道 一旦失去了幽冥肢体的保护 他立刻就会被那黑剑绞成积粉 身体强横的防御力 在那黑剑之下 已经变成了笑话一般 修为 还是修为的不足啊 如果自己也拥有天王级 哪怕是九诸级别的修为 那黑衣人 又岂能这么容易伤害到自己 一直以来 周围青都认为 凭借着多重增幅 自己的实力 已经相当不俗了 但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 天力修为的巨大差距 终究让他 还算不得是强者 黑暗之处形成的大王 已经在黑剑次来的同时 反卷周围青 将他的身体包覆在其中 凭借着修为上的绝对优势 周围青 想要从这黑暗之处上挣脱出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 就在他身体被黑暗之处反卷的同时 黑衣人的左掌 也印在了周围青头顶处 黑暗 明知封印 黑暗属性技能 最擅长的 就是封印之术 强大的封印 瞬间就让周围青 暂时失去了释放技能的能力 尽管这个明知封印 远远不能和他的龙魔镜相比 但是 封印他三秒的时间 却已经足够了 三秒 他的幽冥之体 还能坚持三秒吗 幽冥之体 能够物理免疫 却不能免疫 一株探印技能附带的效果 黑衣人脸上 所流露出的嘲弄神色 正是因为周围青 已经陷入了 必死之局的原因 真的要死了吗 周围青此时 面对着上官雪儿和天儿的方向 尽管这些日子以来 他一直因为 二女之间的斗争而头疼 可此时此刻 看着那心爱的女人 看着远处 刚刚夺回的贤月城 在周围青心中 升起了滔天的火焰 他不甘心 他不甘心啊 祖国为父 心爱的女人就在眼前 我不能死 绝不能死 我还要去救下父亲 我还要将侵略者赶出家园 怎能就这么死去 强烈的不甘化为 最深刻的执念 周围青的双眼 猛然亮了起来 他那凝制不动的身体 也在刹那间发生了变化 首先出现变化的 就是周围青的双眼 原本在龙虎变状态下 呈现为深紫色的眼眸 这个时候变了 左眼变成了灰色 包括白眼珠在内 全变成了冰冷邪衣的黑色 右眼也变了 变成了充满滔天火焰般的红色 周围青原本就十分健壮的身体 在这个时候 骤然膨胀起来 比以前他施展邪魔变时 膨胀的还要厉害 与此同时 他脚下的六绝神盲阵 也随之化为一个六芒星 悄然烙印在他胸口的位置 隐没于恨地无环套装之内 伴随着身体的膨胀 无数鳞片从皮肤下隆起 和原本龙虎变得平和不同 此时此刻的周围青 由内而外爆发出了一股 令人充满震撼的狂暴气息 怎么回事 此刻对于周围青的感知最为清晰 他那黑剑还在周围青体内 他甚至能感觉到 周围青的幽冥肢体 在下一刻很可能即将结束 可就在这个关头 周围青体内却爆发出了一股 令他这种人 也会感到心悸的气息 这是什么 周围青的身体 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 竟然已经膨胀到了 接近两米五高的巨人 准确地说 更像是一头巨型魔兽一般 更加诡异的是 伴随着他身体的膨胀 身上的恨地无环套装 竟然消失了 不 消失的只是外形 不只是恨地无环套装 周围青原本外放的能量 全部内敛 身上的衣服被撑得爆裂 还好 裤子弹性比较好 某些位置还是护住了的 此时的周围青 身上密布着一层深紫色鳞片 包括双翼在内 全身都散发着一层紫萌萌的光彩 额头上 一个黑色的王子纹路分外夺目 就在下一瞬间 那刺客骤然感受到 一股强烈的爆发性力量 从周围青体内传来 就在幽冥结束的瞬间 硬是将他的黑剑震了出来 骤然回身 周围青那一灰一红的双眸 充满了诡异和恐怖的气息 强横无比的能量波动 宛如要将整个世界撕碎一般 天空中 异象骤现 整个天空 竟然变成了一半红一半灰 红色的一边 伴随着阵阵龙音声 一头巨龙若隐若现 灰色的一边 一头黑色巨虎虚影 震动着双翼 天地一变 天神级 那刺客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周围青 不过一个六珠修为的上位天尊 怎么会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竟然散发出了 属于天神级的气息 而且 天空中的异象 竟然还是如此诡异 在他的印象中 能够诞生如此异象的 就只有雪神山主雪凹天 雪凹天在施展全力的时候 天空会变成淡淡的白色 出现一头巨大的白虎虚影 笼罩整个天际 而此时天空中的异象 虽然范围大约只有千米左右 但却是两个虚影 而且 哪怕是范围只有千米 那也足以令人震撼了 不退反镜 周围青身形电闪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再施展任何技能了 甚至可以说 在这个时候 他的神智都不是完全清醒的 背后双翼几乎胀大了一倍 配合着那一身恐怖的灵甲 还有完全化为 巨大黑色钩子的右脚 周围青就像是魔神下凡一般 他的双手各自不同 右手是虎掌 左手是龙爪 身形闪烁的速度 宛如空间平移一般 在这个时候 他所爆发的速度 直追那体诸为 敏捷属性的黑衣人 在面临生死危机 和内心中强烈不甘的情况下 周围青自身的潜能 终于爆发了 龙虎便乃是巨龙 与按摩邪神虎血脉能量的融合 周围青受了那么多苦 又岂会是原本那么简单 双翼那只是按摩邪神虎所带来的血脉能量 龙鳞内蕴 那只是表象 原本的龙虎便对周围青的增幅虽强 但是 却远远未将其真正的能量散发出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周围青的修为不够 不足以支持真正龙虎便的状态 而此时 面临生色 隐藏于体内的血脉能量 终于全面爆发了 龙虎便由第一形态 龙藤虎月 进入到了第二形态 龙虎便 第二形态 如龙似虎 此时的周围青 自身所有能量 包括凝形 踏硬在内 全部融入龙虎便血脉能量之中 龙虎便这第二形态的奥义就在于 将所有能量 完全转化为身体能力 也就是说 无论是凝形 踏硬能力 还是原本龙虎便的变异 以及周围青的天力 不死神功 在这个时候 完全在如龙似虎的状态下 融为一如 完完全全地增幅着他的身体 也只是增强他的身体强度 令他的身体 在短时间内 达到极其恐怖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周围青只能肉搏 但是 肉搏的能力 也已经提升到了极致 无论攻防 那刺客毕竟是九经战阵 虽然眼前的意象闻所未闻 但他在短暂的震惊后 立刻就恢复了冷静 作为一名刺客 哪怕是死都不能慌张 身形在空中暴退 他的飞行 是完全凭借天王级强者的实力 在空中飞行 短时间内爆发出的速度 是极为惊人的 身形后退的同时 手中黑剑前点 剑影只有一道 直指周围青胸口位置 周围青左手龙爪一台 竟然就那么扣向 那刺客八珠组合 凝形而成的黑剑 刺耳的摩擦声随之响起 令那刺客惊骇的是 自己那无比锋锐 攻击力绝对要比 传奇套装武器 都要恐怖许多的黑剑 竟然就那么被周围青 左手的龙爪锁住了 紧接着 一股完全超越了 天王级的恐怖距离 骤然从剑上传来 周围青竟是要将它拉扯过去 第197章 龙虎变第二形态 中刺客冷哼一声 全身上下 白光大放 瞬间就将自己 天道立境界的天力 提升到了极致 比力量 它自然是远远不如周围青的 但是 天力的爆发力 却能在刹那间 令它的力量提升到 极其恐怖的程度 与此同时 空气中的黑暗属性元素 蜂拥而至 在刹那间 完全涌入那黑剑之中 竟是在如此短暂的过程中 将它这组合剑的威势 提升到了顶点 这就是天道立的威能 操控天道为己用 伴随着周围青的回拉 那刺客全力爆发的一剑 也随之猛然向前刺去 同时 剑上瞬间爆发出的恐怖能量 硬是震开了周围青的左掌 直奔它左胸心脏位置刺去 刺客的攻击力何等恐怖 可就是 那如同闪电般的一次 周围青在空中的身体 竟然来得及侧身几分 接下来 让那刺客内心 再也无法冷静的情况出现了 虽然周围青已经侧身 但终究没能真正闪开那一剑 刺耳的摩擦声骤然响起 那一剑准确地刺中 在周围青左胸的位置 虽然是从侧面刺中 但在那黑衣人看来 这一剑 却完全可以要了周围青的性命 没有那物理免疫的 幽冥肢体保护 刺客完全有把握 在剑锋刺入周围青体内之后 瞬间凭借恐怖的破坏力 将周围青体内的一切剿得粉碎 但是 周围青真的会陨落于这一剑吗 令刺客骇然的一幕出现了 他那八珠组合凝形剑的破坏力 落在周围青左胸处的鳞片上 带起一六火星 但居然却并未能刺入周围青的身体 只是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白痕而已 距离令周围青的身体 在空中翻滚 但那势在必得的一剑 居然没能带走周围青的性命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就算是同为天王级强者 被自己的八珠组合凝形剑刺中 也要深受重伤啊 他一个小小的六珠修为上尉天尊 竟然 竟然就那么硬生生地 顶住了这恐怖的攻击力 只是留下一道痕迹而已 这刺客的实力确实强悍 哪怕是在如此震惊的情况下 他的攻击依旧没有停止 在他的概念中 只要敌人未死 他的攻击就不会停顿 只会是以最强的爆发力 不断落在目标身上 刺剑顺势前指 天王级的敏捷体柱速度爆发出来 在空中近乎无法捕捉到他的身影 刺耳的嗡鸣声中 周维钦这一次 依旧是左掌勉强抵挡住了刺剑的侧面 却依旧被刺剑正面刺中 只不过这次他做得更好 让开了胸口处的要害 被刺剑点在肩头 强悍的爆炸性力量 以透点的方式爆发 令周维钦闷哼一声 整个身体在空中震飞 可是 那刺剑能够刺入他体内的 依旧不足半寸 只能看到铠甲凹陷 而当那刺客想要将 自身恐怖的天力爆发出来时 他却骇然发现 自己刺剑上的天力 竟然无法传入周维钦体内 这已经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周维钦这一身自身而出的灵甲防御力 竟然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虽然依旧无法抵挡他的攻击 可是 他的攻击想要杀死周维钦 竟然在这一时半会儿的功夫做不到 更令人震惊的是 落在周维钦身上 第一剑带出的白痕凹槽 此时正以飞快的速度自愈着 天王级刺客很不信邪 他的身形在近时 一道雪白色的光芒 却以悍然而止 以剑对剑 无比锋锐的剑翼 瞬间笼罩在他身上 叮得一声翠鸣 那冲上来的白色身影 瞬间瞬间暴退 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但那白剑上所附带的恐怖剑翼 也令黑衣人的身体再次停顿 而那白色身影 却是跌回了地面之上 上官雪儿终于赶到了 就在之前那一刻 他都以为周维钦要被杀死了 可周维钦却凭借着龙虎变第二形态 如龙似虎 硬是顶住了天王级刺客 接连两次致命的刺杀 天儿也接踵而到 但是 他们都没有飞行能力 更让他们充满担忧的是 半空中的周维钦 竟然没有接住被震飞的机会退下来 反而是重新冲向了那天王级刺客 后 天空中 空气剧烈地震荡起来 滔天怒吼 从周维钦口中爆发而出 此时此刻 他那怒吼声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瞬间 万虎发怒一般 恐怖的声浪令那天王级刺客的身形 天王级刺客全身都染上了一层墨黑色 外放的天力波动 全部凝聚回自身 瞬间爆发出的恐怖天力 令那黑剑之上 充满了毁灭性的气息 刺剑前点 这一次 目标变成了周维钦的咽喉 虎掌 龙爪 在空中交错而出 而这一次 周维钦竟然没有闪躲 叮得一声翠鸣 那刺剑狠狠地刺在周维钦咽的位置 令那出的鳞片瞬间凹陷 而周维钦 近似没有任何察觉似的 双手在上方一合 全都抓在了那刺剑之上 没有洞穿 这凝聚了天王级刺客权力的一剑 竟然依旧没能洞穿周维钦的咽喉 而他的黑剑 也就那么被周维钦 用龙爪和虎掌锁定住了 天王级强者的 天力爆发何等恐怖 这天王级刺客 瞬间抖动手臂 想要凭借自己的天力 搅碎周维钦的虎掌龙爪 可是 他却吃惊地发现 自己竟然做不到 周维钦那龙爪和虎掌 不但无比坚韧 而且 更像是铜胶铁柱一般 锁住了他的黑剑 巨大恐怖的力量骤然传来 硬时拉拽着他的身体 向前一探 好强大的肉体力量 这恐怕已经能够和 天王级的力量 属性体珠力量比拟了吧 就在这天王级刺客震惊的同时 下方 一道恐怖的剑翼再次升起 上官雪儿的身体消失了 剩余的 就只有他那柄 放大无数倍的浩秒无极剑 除此之外 一只巨大的白虎 也从地面腾空而起 他不能飞行 但这一跃 却是直逼空中周维钦 和天王级刺客所在的位置 身在半空 紫色的眼眸中 两道紫光电射而出 与此同时 璀璨的金色光芒透体而现 化为一只金色能量巨虎 直奔天王级刺客撞了上来 天儿和上官雪儿 都如同拼命一般 爆发出了自己最强的攻击 他们心中都只有一个念头 小胖 你一定要坚持住 如果没有天儿和上官雪儿的攻击 那天王级刺客全力以赴的情况下 真的有可能刺穿周维钦的咽喉 毕竟 就算是在如龙似虎的状态下 周维钦的身体强度 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 可他的内在 毕竟只是一名六猪修为的天猪狮 之所以能够用出这如龙似虎 完全是运气使然 按照正常情况下 这龙虎变的第二形态 应该是至少在他九猪修为的时候 才能释放出来的 哪怕这天王级刺客 对自己极为自信 却也不敢让上官雪儿和天儿的攻击 直接落在自己身上 他最擅长的能力 是进攻而不是防御 无奈之下 他只得瞬间收回了 自己的八猪组合凝形剑 让那黑色的细剑 瞬间在周围青虎掌 合龙爪之间消失 同时 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一周 刺剑再现 横向挥动 带起一道黑色的光弧 在这个时候 天王级强者的实力就展现了出来 如果是换了同样 适用组合凝形装备的林天敖 在刚刚解散组合凝形之后 绝不可能这么快就在此组合完成 但在这位天王级刺客手中所施展出来 看上去就像是黑剑突然消失了一瞬间 然后就在此处现在他掌握中了 这黑色的光弧 同时照顾到了周围青三人 上官雪儿 那恐怖的身剑和一手 先碰撞在了黑色光弧之上 刺耳的暴鸣声中 上官雪儿被直接轰向地面 紧接着是天儿爆发出的金色光影 那金色的巨虎 同样在黑色光弧下支离破碎 换了普通的天王级强者 面对上官雪儿和天儿的攻击 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化解 可眼前这位天王级刺客 一声惊严攻击 最擅长的也就是攻击 完全能够做到 以攻对攻破解敌人攻击的地步 天王级强者所施展出的八株 组合凝形剑 攻击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单纯以攻击而论 甚至远超号秒无极剑 二女的合击竟然就那么被他化解了 但是 这天王级刺客 也没能完全抵挡他们的进攻 毕竟他散掉组合剑再重新释放 还是需要一瞬间时间的 因此 天儿眼中射出的 那两道精神属性攻击 还是落在了他身上 令他的身体 在半空中猛地凝固了一下 出现了瞬间的迟滞 而就在这时 周围轻地攻击到了 这一次 他发出攻击的是右腿 那化为了黑色巨型 歇尾钩的右腿 天王级刺客却是了德 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 他依旧能够勉强调整刺剑的位置 在肩部龙发之际 令那黑色光虎的最后光芒 与周围轻的右腿 碰撞在一起 轰 无比恐怖的力量 令那天王级刺客骇然色变 他那被削弱后的刺剑 居然被黑色巨型歇尾钩强形 压迫而回 狠狠地撞击在他胸口上 然后再将他整个人轰飞了出去 第197章 龙虎变第二形态 下 扑 天王级刺客身在半空之中 已经是鲜血狂喷 他怎么也没想到 周围轻的攻击力 竟然能够达到如此强度 他胸前的骨骼 至少有六根为之锻炼 而且还有一股极致阴冷的气息 瞬间冲入体内 再化为三股恐怖的冰冷气息 瞬间就要蔓延开来 不好 天王级刺客纵横大陆多年 面临着危机的情况 他在第一时间 就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 感受到那冰冷邪恶之力 冲入体内的刹那 他就判断出 这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剧毒 并不是他所能驱除的 一旦真的钻入体内 那么必将后患无穷 因此 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彪悍的举动 手中黑色刺剑瞬间反转 闪电般刺入自己胸膛之内 一次一跳 动作无比逊急 带出一大蓬鲜血 那些鲜血在半空之中 竟然诡异地变成了蓝 黑 灰三种颜色 然后瞬间气化 凭借着强烈的求生之力 这位天王级刺客 在第一时间化解了周围轻纳进化后的 歇尾沟恐怖的三种剧毒 这不能说是运气好 应该说是实力才对 他有刺剑抵挡 本来就没有直接被周围轻的歇尾功命中 然后又在第一时间封闭经脉 将已经被三种能量剧毒沾染的鲜血 瞬间逼出 这才能够幸免 不过 这一下也是让这位天王级刺客 元气大伤 坦白说 他并不是输给了周围轻 而是输在了对周围轻这龙虎 便不了解上了 进入如龙四虎形态后的周围轻 就只能肉搏 但是 在这种状态下 他的肉搏能力已经提升到了极其恐怖的强度 尤其是那恐怖的自身防御力 连这位天王级刺客都不能瞬间攻破 这才造成了之后一系列的变化 没有半分的停留 一股浓烈的黑色尾燕 从天王级刺客背后喷射出 令他的身体化为一缕流光 转瞬间消失不见 阴冷的声音在空气中响起 我还会再回来的 天儿和上官雪儿几乎同时落地 二女此时眼中都充满了骇然之色 尤其是上官雪儿 以她那么自负 此时心中也充满了恐惧 太危险了 刚才真的只是差一点 周围青就要没命了 那名刺客虽然只有天王级的实力 可是 他的杀人手段 尤其是要刺杀周围青这么一个修为 远远逊色于他的目标 居然还用潜伏这种方式 可以说 周围青这条命完全是捡回来的 半空中的周围青没有追击 就那么张着巨大的双翼 悬浮在那里 仿佛是得胜而归的魔王一般 地面上的战斗早就已经结束了 此时 两百无双重骑兵就在周围青身体下方不远处 一个个眼中都流露着震撼的神色 无论是狂战族还是乌金族的战士 他们对自身的战斗力都有着绝对的信心 可是 刚才天空中这一战 却是他们生平警戒 他们此时才知道 真正的强者恐怖到了怎样的程度 尤其是周围青所引动的天地一变 更是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这是多么恐怖的实力才能做到的 那刺杀周围青的刺客修为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但一名天猪师能够凭借肉身在空中飞行 这已经能够证明很多问题了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周围青还能成功将对方击退 而且很明显 那个刺客在离开的时候是受伤了 举 是 无 双 无双重骑兵们集体呐喊出声 这一声怒吼 完全是内心情绪的宣泄 有这么一位强大的师团长带领 他们充满了信心 半空中 周围青缓缓收敛双翼 栩栩下降 落在地面上 那高大 强横的身躯 绚丽猙獰的灵甲 看到乌金族战士中的一些女战士们 眼中一彩连连 天儿和上官雪儿 飞速冲到周围青面前 他们对天猪师的能力了解 远远不是无双重骑兵们所能相比的 周围青是活下来了 但是 他刚才所爆发出的 无论是防御力 还是攻击力 都已经足以和天王级强者媲美 这是不正常的 在短时间内 获得这么强大的力量 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周围青那一灰一红的双眸 看向二女 她的声音明显变得低沉浑厚了许多 我先回去了 马群 乌鸦 撤回城中 说完这句话 他背后双翼猛然一拍 身体已经化为一道紫色流光 转眼间消失不见 甚至没有人看清楚 他是如何进城的 速度之快 比之前 那天王级刺客 也差不了多少 不好 快回去 上官雪儿向天低声喊了一句 二女也不多做停留 飞快地朝着咸岳城的方向去 此时的他们 再也顾不得平日里的争斗 看上去竟是默契十足 无双重骑兵 耀武扬威地退回了城中 咸岳城城头上观战的那三百平民 早就已经看傻了 无双重骑兵的恐怖 他们亲眼目睹 在他们眼中 这些重骑兵已经不似人类 简直是如同天神下凡一般 那些克雷西士兵 虽然数量远远超过他们 可是 在他们面前 却是那么的脆弱 有这样的军队保护咸岳城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接下来的战斗 更是令他们无比震撼 周围青与那天王级刺客之间 虽然只是电光火石般 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可是 就在这短暂的过程中 带来的震撼 却要比无双重骑兵更强 周围青的空中变身 天空中龙虎异象 对于这些普通人来说 简直就是神迹一般 而且距离那么远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根本就看不出周围青处于下风 只能隐约看到 最后是周围青一脚 将那天王级刺客踢飞 令敌人远顿而已 此时 这三百平民们 脸上除了震撼之外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惊恐 取而代之的 更多是兴奋 雷子哈哈一笑 高声道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们营长以及我们无双师团 是多么强大 不怕告诉大家 我们这些人 只是先前部队而已 一个师团有多少人 你们也应该知道 全都是我们这么强大的战士 有我们在 咸月城就是人间乐土 再也不会被敌人攻占了 好了 你们都可以走了 记得回去以后 告诉大家我们的实力 团长让我带你们来观战 就是为了去除你们心中的担忧 这下 你们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吧 可以说 周围青的既定目标 比计划中完成的还要完美 这三百平民回去之后 带来的舆论导向可想而知 可是 周围青自己现在 却是遇到了巨大的危机 冲入房门 周围青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猛然砸在地面上 他的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眼眸中的黑 红色光芒忽影忽现 每一片灵甲 都在这颤抖中有着 强烈的能量波动 体内如同撕裂般的痛苦 甚至要比他之前在岩浆中所承受的 还要剧烈得多 此时的周围青 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要被撕成碎片了似的 进入如龙四虎境界后 他当时能够感觉到的 就是全身无比的炽热 似乎拥有了无穷力量一般 可是 这样的状态前后 只是保持了十秒而已 也就是说 当他最后那一脚 轰飞了天王及刺客之后 他就已经开始承受眼前的痛苦了 炽热退去后 就是无比恐怖的痛苦 周围青是凭借着 当初在岩浆中磨练出的大一粒 这才勉强挺了下来 坚持着没有在外面流露 强行飞回了城中 别人看到此时的状态 一个是为了防备 那天王及刺客隐藏在侧 天知道那家伙 是不是真的离开了 另外 他也不能让自己苦心营造的局面 功亏一篑 他终究还是支撑着 回到了房间之内 此时却是再也忍耐不住 一波强似一波的剧烈痛苦 奔涌而出 龙虎之力 在他体内疯狂肆虐着 原本在他成就龙虎 变食调和的能量 此时又变得暴虐起来 如果不是外面 这层鳞片挡住 恐怕这些恐怖的能量 早就从他体内冲出来了 好疼 好疼啊 不只是身体 仿佛灵魂都要被撕碎了似的 从鳞片下面 一丝丝鲜血 开始渐渐溢出 身体表面的鳞片 也开始渐渐颜色变淡 逐渐地进入了消失的过程 此时已经能够隐约看到 在周围青的皮肤表面上 有着一道道令人惊恐的额裂痕 他整个人 更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似的 而且 在他体内 被激发出来的龙虎之力 依旧在左冲右突的 一旦外面这层鳞片完全消失 那么 他很可能会立刻暴体而亡 自身潜力瞬间爆发 而引动龙虎变 进入第二形态 这完全是周围青的身体 所无法承受的庞大能量 又怎会不付出代价呢 抵挡住了敌人 可是 现在他自身所出现的问题 却是随时都有可能 令他真正死去了 在这个时候 任何技能都已经没了作用 这是由那外的 比游外内所造成的破坏 更要恐怖得多呀 那剧烈的痛苦 甚至已经领周围青 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他的身体趴在地面上 甚至连挣扎翻滚的力气 都已经没有了 第198章 崩溃 救赎 吞噬 上 周围青并不知道 他现在处于的这种状态 名叫崩溃 也就是说 他的身体正处于崩溃的过程中 他引发了自身 所无法承受的能量后 固然是获得了强大的战斗力 在那天王级刺客手下 保住了性命 但是 也同样令他的身体 必须要承受这股能量的反噬 龙虎便准确地说是 血脉变异所产生的力量 这样的变异 哪怕是在整个浩渺大陆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 毕竟 周围青所继承的按摩 携生虎血脉 本身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再加上与巨龙血脉的融合 才有了周围青这样的变异血脉出现 龙虎便完成 血脉的力量 能够被周围青调动一部分 而这血脉能量 也将随着周围青的成长 而逐渐被激发出来 按照正常情况 如果周围青修炼到了九株级别 这龙虎变第二形态 如龙似虎 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令他能够拥有 强悍无比的肉体战斗能力 并且模仿龙虎本能的肉体战斗 威力极为惊人 可是 现在的他 修为却只有六株 无论是自身的身体强度 还是天力的融合 传奇套装的融合 都远达不到 与如龙似虎形态完美结合的程度 血脉的能量 是被他激发出来了 可是 能够维持攻击形态 却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紧接着 周围青要承受的 就是血脉能量爆发后的沉淀过程 而这种过程 需要他自身够强大 才能和这股血脉能量完全融合 令其重新沉寂 就像是当初解除邪魔变一样 但是 周围青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沉淀这骤然觉醒的血脉 这就造成了那恐怖血脉能量 在他体内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冲击着他的肉体 只要肉体承受不住 那么 他的身体 就将被庞大的血脉能量冲垮 真要出现这种崩溃的死法 就算是神圣属性的复活术 都无法将他拯救过来了 因为 一旦真正崩溃 他的身体就将瞬间爆开 化为虚无 此时此刻 这股血脉能量的爆发 已经完全不是周围青所能控制的 也不是一只力强 就能硬扛过去的 要是现在有六绝帝君龙石崖在这里 或许还能强行凭借他那天地级能量 帮周围青压制住这股血脉沸腾 所产生的庞大能量 令其逐渐沉淀 可龙石崖却不在啊 砰的一声 两道亮影撞门而入 上官雪儿和天儿此时心中都充满了焦急 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赶了回来 一进门 他们就看到了周围青此时的诡异样子 他的身体并没有缩小 还是如龙似虎状态下那么健壮 可是 身上的鳞片 却已经只是若隐若现的薄薄一层而已 那一道道恐怖的裂痕 二女乃是两大最强圣地的传人 在这种时候 他们都没有因为惊慌而影响自身的判断 天儿在第一时间就有了行动 一闪身 他已经来到周围青一侧 双手向着周围青的身体虚暗 浓烈的神圣能量瞬间爆发而出 化为浓浓的金色光芒 将周围青的身体笼罩在内 强大的治疗效果 以及对身体的增幅效果 都是瞬间就作用在了周围青身上 神圣属性不愧是四大圣属性之一 其治疗能力举世无双 周围青皮肤表面的裂痕 以及体内经脉的裂痕迅速地愈合着 他身体的颤抖也明显减弱了几分 而周围青也在剧烈的痛苦中 突然感受到一股温暖笼罩全身 让他的痛苦顿时减弱了几分 上官雪儿来到周围青身体另一侧 目光焦急地看着天儿 他没有治疗的能力 现在也不知道 如何才能帮得上天儿来救助周围青 他的情况怎么样 上官雪儿有些急切地问道 天儿眉头紧皱 当他那神圣能量一进入周围青体内之后 立刻就感受到了周围青此时的情况 要说对周围青身体的了解 在这个世界上 恐怕没有人能够超过天儿了 他与周围青合体的次数最多 而且两人又经常在一起修炼 运转四大圣属性 因此 对周围青血脉的能量也好 自身天力运转也罢 天儿都是最为清楚的 所以 在这时候 他也最直接地发现了周围青所面临的巨大危机 是血脉的能量爆发了 刚才那种状态是 属于他自身血脉能量所引发的 而他现在的身体 却承受不住这种级别的能量 造成了反噬 身体随时都有可能因为 这股能量而崩溃 天儿急切地说道 他的神圣能量 只能压制周围青体内血脉能量一时 却不能帮助其沉淀 因为这毕竟是外来的能量 一旦天儿的天力耗尽 那么 周围青那被压抑着的血脉能量 也会随之瞬间爆发出来 怎么办 上官雪儿急切地问道 天儿银牙轻咬下唇 略微犹豫了一下后 向上官雪儿道 助我 将你的天力注入我体内 帮我一把 我尝试一下 用我自身的两种圣属性 引动他体内的圣属性 恐怕现在唯有四大圣属性融合 才能帮助他让沸腾的血脉沉寂 好 上官雪儿一闪身 就已经来到了天儿背后 双掌底在天儿背心处 深吸口气 一定要成功啊 天儿点了点头 一定能成功的 上官雪儿开始将自己的天力 徐续注入天儿体内 根本不用天儿说 他也知道该怎么做 没有让自己的天力之中 存在任何属性 只是最为精纯的天力传导 这样才能让天儿直接化为己用 得到上官雪儿的帮助 天儿顿时精神一震 输出的神圣天力 也变得更加强大了 浩渺宫功功法所修炼出的天力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浩瀚而持久 得到这样的天力支持 天儿明显松了口气 淡淡的紫色 渐渐在天儿的双眸中生腾而起 浓烈的精神波动随之出现 天儿深吸口气 猛然间 两道湛染紫光 但却并不是直接射在周围清身上 而是扩散开来 化为一层淡淡的紫光 和他所释放出的神圣能量 将周围清的身体笼罩在内 无论是天儿还是上官雪儿 此时都极为紧张 天儿也不知道 他这种办法能不能成功 和周围清一起修炼了这么长时间 每次修炼都是四大圣属性奇聚 可他们也没能调动四大圣属性的奥妙 只是在这样修炼的情况下 比他们各自单独修炼的速度要快得多 现在天儿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个是他不知道自己输出的两种圣属性 能否引动周围清所拥有的两种圣属性 另一个 就是他也不知道四大圣属性奇聚 能否帮助周围清压制沸腾的血脉 这两个问题只要有一个无法解决 那么他都无法救下周围清 神圣与精神 两大圣属性笼罩周围清身体 却是令周围清的身体颤抖 再次变得剧烈起来 就在天儿大吃一惊之际 灰色与淡淡的扭曲两种波动 同时出现了 四大圣属性的彼此吸引 成功地引动出了周围清的两大圣属性 四大圣属性奇聚刚一出现 立刻就呈现为漩涡状 在周围清身体上方徐徐旋转起来 而周围清剧烈颤抖着的身体 也在瞬间趁机下来 甚至连嘴里都是长嘘口气 说也神奇 这四大圣属性刚一起去盘旋起来 周围清体内沸腾的血脉能量 立刻就沉寂了几分 也不再那么剧烈地冲击了 四大圣属性融合后的能量 已经拥有的二十多个死穴气旋 全部带动起来 渐渐融入四大圣属性能量 无论是周围清还是天都不知道 当四大圣属性奇聚之后 所产生的特殊性只有一个 那就是夺天地造化 正是这夺天地造化灰红之力 才有可能突破人之界限 也就是天神级的界限 也是这夺天地造化之力 才使得周围清和天在一起修炼时 修炼速度迅极无比 此时 依旧是这夺天地造化 凌驾于一切其他能量之上的 四大圣属性融合能量 硬生生地压制住了周围清体内沸腾的血脉 天二的选择是正确的 以周围清目前的情况 哪怕是换了龙石崖来 凭借天力压制他的血脉 恐怕都会有副作用 唯独这四大圣属性融合不会 夺天地造化 关键在于这造化二字 面对这四属性融合能量 所产生的造化之功 哪怕是那么高贵的龙虎变血脉 也不得不为之臣服 可以说 周围清的龙虎变 乃是当今天下最强大的血脉能量 而四圣属性融合 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属性能量 这两者熟悠熟劣 还真不好说 只是现在这两种能量 并不是在碰撞 而是四大圣属性能量 在修复和守护着血脉能量 再加上周围清的龙虎变血脉 还远没有被完全技法出来 因此 在对症下药的情况下 周围清的身体情况 正在迅速好转 第198章 崩溃 救熟 吞噬 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门外 林天敖 断天浪等人都已经聚集在外 林天敖也发现了周围清的不对 只是当时他的速度要慢一些 赶回来之后 第一时间 他就找到了 目前在咸岳城中 修为最高的断天浪 将这位神师请了过来 断天浪虽然没见过四大圣属性融合 但他在经验方面 可就要比其他人强得多了 一眼就看出 目前周围清 在四大圣属性的共同作用下 已经渐渐脱离了危险 所以就拉住林天敖 一起在门外等候 一旦上官雪儿的天力 不足以支持帮助天 他就会立刻接替上官雪儿辅助天 渐渐的 周围清的身体 渐渐变回原本的样子 鳞片消失了 手脚恢复正常 皮肤上的裂痕 也在神圣能量的帮助下 恢复了正常 只是皮肤却明显有些苍白 还好 呼吸还算均匀 好了 天 长出口气 周围清缓缓坐起身 他体内沸腾的血脉 终于平复了下来 但也是元气大伤 面如精致 天和上官雪儿缓缓收力 看着脸色惨白的周围清 天猛地扑入他怀中痛哭失声 小胖 你吓死我了 周围清赶忙搂住天的娇躯 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不知道是谁这么大手笔 竟然请来了天王级的刺客来招呼我 要不是运气好 这次恐怕是真的要归位啊 上官雪儿站在一旁 看着天投入周围清怀中 他那冰冷的眼眸中 羡慕之色一闪而过 眼看着周围清没事 他也是放松下来 刚才眼看着周围清数次面临生死危机 他心中的恐慌一点都不比天儿少 天儿的泪水沾湿了周围清的肩头 一旁的上官雪儿冷冷地道 喂 你是不是先穿上点衣服 天儿抬头看向周围清 之前因为一直处于紧张之中还没发现 周围清因为龙虎变的关系 除了某些位置 还有几片布遮盖以外 身体绝大部分都是露着的 翘脸顿时羞红 泪水也总算是止住了 周围清有些尴尬地 取出一件外套套上 天儿却已经是恶狠狠的道 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请人下的手 之前那个刺客一看就是职业的 当今天下刺客行业中 至少也是排名前三的 天王级的刺客太可怕了 要是让我知道雇主是谁 强烈的杀鸡从天儿美眸中喷咽而出 他本就不是善男性女 有人要动他的男人 他怎能不怒 周围清若有所思的道 很难说是谁 但至少可以肯定 应该不是克雷西帝国和百达帝国的人 他们的消息没有这么灵通 我们才刚到这里 刺客就随之而来 显然是对我有着很深刻的了解 而且目的就是将我杀死 上官雪儿道 你能威胁到谁 谁就有可能想杀你 天儿听他这么一说 顿时秀眉轻挑 你什么意思 上官雪儿对他的愤怒丝毫不拒 周围清建立了无双师团 对你们万寿帝国威胁最大 能够请动天王级杀手 还能有谁 你不要血口喷人 围清是我的丈夫 我们雪神山怎么可能对他出手 爸爸都答应我们的婚事了 而且也知道 我们是四大圣属性俱全 上官雪儿瞥了他一眼 你又有脑子好不好 我说是雪神山了吗 天儿一愣 你是说我们帝国皇室 周围清开口了 面露思索之色 能如此准确 知道我所在位置 并且有可能对我出手的 目前只有这两方势力 一个就是万寿帝国 我把你抢走了 就算那十星王子古英兵 不对我动手 狮王古斯特 也是恨我入股 他没有派遣本族强者 就是忌惮你们雪神山 另一个可能 就来自斐利帝国 因为我们的初始 让他们感受到了危险 但最可疑的 还是狮王古斯特 天儿深吸口气 迎牙紧咬 我这就写信给爸爸 周围清摇了摇头 道 没用的 我们没有证据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是解决掉这个杀手 而且 如果连这种事情 我都解决不了 还凭什么保护你 做你的丈夫 这件事 我自己来处理吧 天儿急道 可是 那人是天王级 而且 他的武器有古怪 应该是组合凝形武器 不然的话 威力不会那么大 周围清叹息一声 道 把你从雪神山上带回来 我对自己信心十足 总是认为自己 现在修为已经不弱了 但今天的教训 却让我明白 六珠究竟是六珠 虽然我的爆发力 和很多方面增幅 都能让我的修为增强不少 但是 遇到真正的强者 无论是哪一种增幅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关键还是要提升天力修为啊 天儿柔声安慰道 小胖 你也不要太恳责自己了 你还不到二十岁啊 全大陆像你这个年纪修为 能够达到你这种级别的 可以说趋值可数 你就别想得太多了 周围清摇了摇头 道 不想不行啊 如果我只是一个人 那就无所谓 但我现在要统一着 无双师团复国 未来 我们将面对的敌人 会越来越强大 从斐利帝国那里得到的消息 单顿帝国攻击 格里菲诺帝国 这背后没有百达帝国的影子 才怪了 未来我们必定会和百达帝国 起冲突 很可能就会面对 血红欲的强者 那可是一个圣地的力量 我能指望的 就只有我自己 只有我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 才能去面对这些敌人 看来 我们不能急于进攻 等贤岳城这边稳定下来 我首先要做的 就是快速提升实力 上官雪儿点了点头 你的想法是对的 不过如果只有你一个人 也远远不够 我写信回浩淼宫 调一些人过来吧 周围青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白手 复国只能靠我自己 不能借助外力 如果借助了你们浩淼宫 或者是天儿他们雪神山的力量 那么 未来我们的天公帝国 还能有自主吗 你不用急着否认 出于整体战略的考虑 两大圣地如果出面帮了我们 必定会有所要求的 换了我是圣地之主 也同样如此 这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天儿撅起小嘴道 小胖 你不要说的这么现实好不好 那我算什么 周围青呵呵一笑 道 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我的女人 是一家人吗 天儿倒是满意的一脸幸福 上官雪儿却是翘脸通红 谁是你的女人了 周围青向她眨了眨眼睛 道 你输给我做老婆了呀 你忘了吗 当时我让你反悔 你又不肯 那我们还不是一家人 不只是你 菲儿 菲儿 我们都是一家人 正好趁着今天这种情况 我有话对你们说 说到这里 周围青的表情严肃起来 正所谓 让外必先安内 如果你们总是内斗的话 我这日子 真的很不好过 你们都是我喜欢的人 或许雪儿你来得晚一些 没有我和天儿感情那么深 但在我心中 真的已经有了你的位置 所以 你们能不能尝试着 彼此接受一下对方 在别人看来 有你们两大美女在我身边 我能想那奇人之福 应该再幸福不过了 可是 我现在却必须要告诉你们 最近这段时间 我真的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这种感觉 也真的让我很痛苦 很痛苦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会有几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和睦相处 这样一来 无论我在做什么 想起你们时 心中都会充满幸福 自然也就动力十足 如果你们始终这样逗下去 以后 宾儿和菲儿回来 变得更加热闹 我这日子就没发过了 要是那样的话 等复国完成 我就自己跑路 让你们永远都找不到我 不行 上官雪儿和天儿很有默契的同时称道 二女对视一眼 表情都显得有些怪异 但是 周围青的威胁 明显起到了作用 两人没有对彼此说什么 只是都恶狠狠地看着周围青 如果你们愿意和我在一起 就尝试着接受彼此吧 我谢谢你们了 周围青苦笑着向二女说道 天儿看着他那苦兮兮的样子 想着他说 没有幸福感的话 眼圈微红 难难地道 人家尽量就是了 周围青的目光转向上官雪儿 那你呢 上官雪儿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但终究还是轻轻地嗡了一声 周围青笑了 有些摇晃地站起身 分别抓住二女的一只手 这样就好了 我们很可能 要面对很多强大的敌人 如果能这么不分彼此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面对所有困难 一边说着 他有些强势地将二女拉入自己怀中 天儿自然是无比顺从的 但上官雪儿 却是很不习惯地挣扎了一下 第198章 崩溃 救赎 吞噬 吓 几乎是同一时间 周围青朝着他那边的嘴角 流出一丝烟红的鲜血 身体明显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顿时下的上官雪儿不敢动了 只得让他搂住自己纤细的腰肢 当他真正依靠在周围青有些虚弱的身体上 心法安定了下来 一种难以形容的异样感在心底悄然蔓延 足足休息了三天时间 周围青才算是恢复了元气 这还是因为 他自身不死神功有着与众不同的神妙 在无双重骑兵凯旋而归后 不到一个时辰 克雷西帝国第六师团 就近乎逃走似的败退而去 周围青固然险些 死在那天王级刺客手中 但他那强横的一剑 也解决掉了第六师团师团长 随着这一战的结束 战斗过程随着那三百平民的回归 几乎再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传遍大街小巷 平民就像是水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周围青颁布的免税政策 加上无双重骑兵 以近乎狂野的姿态 展现出的强悍 令贤越城在最短时间内回复了正常 城门开启 贸易恢复 整个城市从最初的惊慌失措 渐渐走入正轨 对于天公帝国的回归 绝大多数人都是拍手相庆 城内官员的选拔也已经结束 随着民众们的投票 原本的官员杀了一批 提拔一批 管理重新变得紧紧有条起来 只是 与贤越城的顺利统律相比 周围青自己的情况 可就要差得多了 在他疗伤这几天 无双师团高层 却是极为紧张的 一名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天王级刺客 足以让任何人担惊受怕 天儿和上官雪儿 和周围青住在一起修炼 段天浪亲自在周围青隔壁坐镇 再加上林天敖等人在外围住下 气氛着实有些紧张 哪怕是周围青的伤势彻底痊愈后 这份紧张气氛也依旧没有疏减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那天王级刺客恐怖的攻击力 在正常情况下 他的攻击落在无双师团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足以带来致命的打击 周围青的如龙似虎状态 并不是随时都能调用的 上一次是运气使然 如果再来一次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用得出来 上一次是在他攻击敌人的时候被偷袭 现在全力提放的情况下 以他远超常人的感知能力 总能提前发现一些预兆的 而且周围青也知道 那天王级刺客受伤不清 想要完全恢复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围青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上官雪儿秀眉微皱地看着周围青 天儿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道 我也觉得不是办法 在那天被周围青威胁了之后 二女的关系果然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至少不是那么针锋相对了 只是因为周围青的安全着想 这几天 三人一直住在一起 天儿也没法和周围青亲热了 心中自然很是不爽 所以对上官雪儿的话表示了赞同 上官雪儿瞥了天儿一眼 道 我们这样一直防备下去 根本不知道 敌人会什么时候出现 以天王级强者的修为 再加上他本身就擅长隐匿的能力 我们对付起来太困难了 周围青点了点头 道 确实如此 那刺客的攻击力 可以说是我生平警戒 除了进入第二形态的龙虎便能稍作抵挡之外 我的其他防御能力 竟然根本无法起到阻挡效果 单论攻击 这人的攻击力 已经直追天地及强者的层面 唯一较弱的 地反就在防御上了 因为追求极致的进攻 他自身的防御 没有凝形甲咒 估计也没什么防御技能 不过 他却是将攻击技能修炼到 能够相当于防御来用 可惜了 我那一脚中所蕴含的毒素 没能灌入他体内扩散 就被他强行逼出了 否则的话 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说到这里 周围青沉默片刻后 眼中闪耀着几分 宛如火焰一般的光彩 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的实力不够 如果我的修为能够达到九猪修为 自行调动那如龙似虎的能力 他要敢来刺杀我 指不定谁死呢 虽说天王级与九猪之间的差距巨大 但周围青拥有着龙虎便这等 强大的增幅能力 再加上自身的六鼠信义猪 要是真让他成长到了 九猪尚未天宗的程度 挑战天王级 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 哪怕那个刺客的能力那么特异 上官雪儿道 那刺客刺杀没成功 自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准备 除非有万无一失的把握 否则他应该不会轻易出手 而克雷西帝国 这次一个师团的兵力杀鱼而归 短时间内 应该调集不够太多的兵力 而且 他们还要考虑 我们背后有斐力帝国的支持 我们占领贤岳城的消息 已经传回斐力帝国了 用不了多久 他们支援的第一批物资 即将运到 还有一批支援 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 有了之前那一战的震慑 现在咸岳城内的情况 正向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们也该开始招兵买马了 至少先建立起一批 我们自己的后勤补给军 也好让无双师团 未来在战场上 发挥出最强的威力 而面对那刺客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能尽可能地小心 如果六绝帝君前辈能及时回来 相信那刺客 不能总是依靠老师 还是要自己有实力才行 只是 有什么办法 才能让我的天力加速提升呢 上官雪儿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你才二十岁不到吧 天力就已经达到六珠境界了 还要怎么加速提升 上官三姐妹 比周维青大三岁左右 但哪怕是上官雪儿这样的天才 在周维青这年纪的时候 也就勉强摸到六珠的边缘而已 更何况 现在的周维青 又岂能用简单的六珠来评判 那天 那天王极刺客的偷袭 如果换上一名九珠修为的强者 恐怕都要瞬间陨落 就算是普通的天王极 都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听着上官雪儿的话 突然间 周维青眼中一亮 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喃喃地道 快速提升天力的方法 似乎也不是没有呢 一边说着 本命珠悄然释放 淡淡的灰色光芒 在她掌中萦绕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她突然想起了邪点上的记载 邪魔吞噬 被誉为邪属性第一技能 甚至是超越拥有天际印象的 天神级技能的强大存在 又岂是只在战斗中 发挥那一点作用而已 按照邪点中的记载 在天邪教的历史上 唯一出现的一位天神级强者 就是天邪教第一代创始人 也就是和周维青 同样拥有邪魔吞噬的那一位 六珠 不只是对于六绝天道 正是个界限 对于邪魔吞噬 也同样是个界限 只不过 周维青阅读邪点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达到六珠后 又被龙虎变所吸引 所以才忽略了这个技能的存在 此时此刻 她突然想起 在邪点中记载 当拥有邪魔变 和邪魔吞噬的天珠师 修为达到六珠之后 邪魔吞噬的作用 将随之升华 感受着周维青双掌之上 散发出的邪属性气息 天儿倒没什么 可一旁的上官雪儿 却明显打了个寒颤 一种她以前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特殊危机感 瞬间传遍全身 这种感觉是 发自于内心深处的 或者说是身体的本能感受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会因为周维青 那深处的霜掌 而发生似的 你 邪魔吞噬 上官雪儿是体验过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 她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了 双翼刷的一下 从周维青背后弹出 令她直接进入了 龙虎变的状态 暗紫色的眼眸中 光滑闪耀 周维青双手在胸前互拍一下 双手手腕上的一珠和体珠 突然剧烈旋转起来 刹那间 她整个人身上 都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灰色气流 而这些灰色气流 并不是停滞的 刚一出现 就开始剧烈地盘绕起来 此时此刻 在天和上官雪儿眼中 似乎已经没有了周维青这个人 有的只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就在这巨大的漩涡中 充斥着一股 令他们发自灵魂站立的恐怖犀利 使得他们体内的天力 剧烈涌动起来 甚至连灵魂也随之奔涌 仿佛随时都要脱体而去世的 这 这是什么 邪魔吞噬 毕竟有太多太多年没有出现了 因此 在其他几大圣地之中 都没有更多的记载 周维青脑海中 飞速回忆着邪点中的记载 六诸境界后 以天虚力引动邪魔吞噬 以邪气蔓延全身 整体为吞 双掌为势 化外力为己用 同是灵魂者 为嫁衣 正像上官雪儿 和天儿的感受那样 周维青自己 也有着类似的感知 他也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那如同一个 巨大漩涡的强横 在这种状态下 他发现 自己体内的其他五种属性 似乎都悄然隐没了 能够感受到的 就只有邪属性 而在保持这种状态的情况下 他整个人的冰冷感知 似乎也无形中提升到了极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